我穿成了小说里男主的妹妹 有一天 我和女主同时被反派绑架 反派阴冷的笑 沈青月 你只能选一个 没想到男主早有准备 联系在暗中埋书的保镖 直接把反派给绑了 男主调起反派的下巴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印下一吻 我选的 自始至终只有你 女主懵了 我也懵了 女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正脱了绳索 强势搂住我的腰 露出满意的笑 沈青月 你既然连你妹妹都不选 那你妹妹就属于我了 这次轮到男主懵了 我到目前为止 持续一脸问好 我穿输了 穿成了男主的妹妹 有盐 有钱 有权 前22年过得顺风顺水 直到有一天 我和女主提刷刷被反派绑架了 什么叫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看着把玩着匕首的封批反派 我像一只鞍蠢一样 被吓得瑟瑟发抖 女主一副坚定小白花的模样 悄悄对我说 宁宁 你放心 青月哥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端的就是对男主的盲目自信 我哭哭 是的 在剧情里 我老哥确实会来 但他是来救你 而不是来救我的 我和女主被反派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我哥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他五官俊美深邃 身材轻瘦挺拔 无愧于男主之名 即使看到反派将匕首抵在我们身后 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 类似于焦急慌张的情绪 他平静地看着反派 你要怎样 才能放了他们 反派笑了 反派生得极好看 容貌的经验程度不亚于男主 漂亮而凉薄的眉眼 阴欲疯狂的神色一览无语 薄薄的刀刃贴近我的脖梗 耳边反派的声音冰冷带笑 沈清月 你只能选一个 一个是你心爱的女人 一个是你疼爱的妹妹 选吧 我哥的神色依旧冷静 女主却微微醋了醋眉 思议 直到现在 你还是这么任性 哥哥低叹了一声 语调有点漫不经心 他的手倾台 一颗石子急射而出 精准地击中了反派的手腕 笔手落地 埋伏在工厂的保镖 很快把反派抓住 并将他的双手反扭至背后 推到哥哥面前 却没想到 哥哥调剃反派的下巴 细细端向反派 带着绿色的阴沉神态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哥哥居然俯身 在反派唇上印下一吻 我选的 自始至终只有你 主 我 我目瞪口呆 三官被震碎了一臂 哥哥哥哥 你他妈是在干嘛 你的官配不是女主吗 你怎么和反派搞上了 不是 女主这是背绿了 我战战兢兢 不敢去想 女主看到这一幕 悲伤欲绝的样子 突然 一只手搂住了我的腰 不容智慧地拉入了体怀中 好闻的白茶茉莉花香 淫绕在我的鼻尖 握着我的腰的手指 歇息白皙却有力 紧接着 女主脸上小白花般 褚褚可怜的神色 一扫而空 她的样貌本来就是 这本小说女性中的 颜值巅峰 容色绝丽 明艳动人 她眼纯倾笑 声音妖娅妩妩媚 沈青月 你竟然连你妹妹都不选 那你妹妹就属于我了 男主和我都懵了 说着 她的手扶过我呆滞的脸庞 我对上她那双力的 金人的丹凤眼 是明晃晃的诱惑 盈盈 你看 沈青月根本不在乎我们 从今往后 就让姐姐保护你怎么样 我一脸空白 哥哥那张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脸 终于出现一条裂缝 顾琪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女主眨眨眼睛 显而易见啊 你既然选择放弃盈盈 那我就接手了 哥哥弄不可 我神兽说过 我放弃我妹妹了 沈盈 你别听顾琪瞎说 你快点给我过来 反派想趁着兵荒马乱逃走 结果对我哥哥一个手刀批晕 然后被哥哥强势扣在怀里 哥哥面若冰霜 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思议 他要 妹妹 他也不会拱手让给女主 我已经被这一连串的反转 绕得脑子都晕了 女主泪水说来就来 月落不落 红尘一开一盒 你 你忘了你哥哥刚刚说的 他自始至终 只会选择那个绑架我们的坏蛋 他根本不在乎我们 我呆呆地望着女主那张美人脸 美人一哭 天地失色 仿佛有凉丝丝的雨飘到我心上 酥酥麻麻的 我的心脏跳得愈发厉害 接下来我说的 已经完全不受我自己的嘴巴控制了 不起姐 你别哭 我跟你走 哥哥的脸瞬间黑了 等我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之后 已经晚了 哥哥阴瑟瑟的声音响了起来 沈婷 我急忙躲到女主身后 紧紧攥着女主的袖子 朝哥哥干巴巴的笑 哥 哥哥压抑着怒火 你到底过不过来 我打得哆嗦 屈服于哥哥的淫威之下 正想慢吞吞地挪过去 然而一股距离袭来 我又跌回 带着白茶茉莉花香的怀抱 过起思笑非笑 沈清月 你这就不厚道了吧 你倒是把思议搞到手了 虽然说是无意的 但配合你玩这场戏 我家小公主 可是被你家那位吓倒了 你有什么资格凶他 哥哥冷落寒冰 顾起面露击窍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 噼里啪啦 仿佛燃起了火花 以前 我觉得他们是官配 在我眼中 就如同蒙上一层滤镜 形容大呼灭狗 对连对视 也都带着拉斯班的深情甜蜜 现在滤镜破灭 这哪里是深情甜蜜 根本就是看到 令自己不爽的人 但又不能干翻 对方时的敌视 厌恶和较量 刚刚顾起说出的 那声签约哥哥 他自己都要远了吧 正当两人争持不下 一辆兰博基尼呼啸而来 穿戴整洁 一丝不苟的管家 从车上走下来 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 大小节 让您受惊了 我们来晚了 顾起了起了自己卷发 一股淡雅的香味浮动 然后他就直接一个公主抱 把我抱起来 放进了车里 噢 沈清月 你还是先把你跟思议的事情 解决了再来接盈盈 可别像今天这样 殃及迟于吓倒他 顾起的语气淡淡的 却跟我哥一样 强势冷漠 不容忍反驳 哥哥睫毛微锤 不知在想些什么 宝镖忐忑地问 少爷 我们要把小姐抢回来吗 哥哥淡淡道 不必 他静静地看着车子远去 我在车上 顾起一摆面 对我哥哥似的冷漠 他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悠悠叹了一口气 终于把你拐过来了 真不容易啊 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顾起的脸 是动人心魄的美丽 我不止一次嫉妒 老哥有这么好看的老婆 对他这么注视 仿佛他的全世界 只有你一人 我也不是什么感情白痴 再结合他跟我哥那几段句话 一个大胆又不可思议的猜测 冒了出来 女主顾起 日本小说 我那男主哥哥的官配 喜欢我 我有点尖色的开口 顾起姐 你是不是对我有那方面的想法 不是姐姐对妹妹亲情方面的爱护 而是宛弱男女之间的爱情 顾起轻点了一下我鼻子 接着创低头玩手机的游客 当树藤 扣啊 啊 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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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女主他说他喜欢我 然后我哥喜欢的是原剧情里 心狠手辣 冷血暴力的反派 这剧情简直崩的没法看 我无脸 女主喜欢我 但我好像对女主还没有产生这种情感 这样会不会对单方面付出的女主不公平 我有些愧疚地道 顾起姐 其实我不顾起 美人被养红唇 一肤如雪四玉 他似乎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他轻轻醋眉 明艳绝伦的脸染上一丝委屈 美丽又脆弱 我的心突然痛了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珍宝捧到他面前 不叫他掉一滴眼泪 我脑子里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束场景 男主掐着女主的腰 眼睛红红 别哭 命都给你 我不行 打住 好油腻 我淡定地收回思绪 如果忽略我加速度心跳的话 其实 我也不必这么直 还是弯掉吧 美丽可爱 又香香软软的小姐姐 谁特么不爱 So 我原本拒绝的话拐了个弯 其实我也很喜欢顾琪姐 我眼睛亮晶晶的 一眨不眨看着顾琪 剧情都能弄得这么厉害 哥哥都能喜欢反派 感情这种事情 谁说得准呢 是吧 我从来没去过顾琪家 这还是第一次 看到面前高耸精致的别墅 我并没有感到震惊 毕竟在原剧情里 女主跟男主是联姻的 讲究的是先婚后爱 家境自然差不到哪里去 过起给我拿了一双拖鞋 笑道 盈盈 房间我已经给你布置好了 今晚就在这住下吧 我乖巧的点头 过起给我安排的房间 就在他房间的隔壁 他推开门 看到这个房间的一瞬间 我沉默了 因为 房间完全是按照我的喜好布置的 无论是大床衣柜 还是书桌电脑 抑或挂壁上的绿纸 扬上温馨精致的壁纸 就连桌子上的小摆件 和床上的玩偶 都跟我家房间的是同款 一看就知道 其主人是精心布置的 过起拉起我的手 有些期待 怎么样 盈盈 喜欢吗 我艰难的点头 喜欢 所以 女主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削强我的 过起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挺希望你被思议吓到了 然后你就可以和我一起睡了 我 哦吼 跟美女贴贴 还有这种好事 我半点也不害臊 羞涩的脱灾 过起姐 你的意思是 我今晚可以和你睡 过起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 他愣了一下 紧接着 愉悦的笑容绽放于 他那张精致动人的脸庞 求之不得 我的小公主 过起姐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我哥 我穿着卡通睡衣 打得哈欠 过起满脸嫌弃 谁会喜欢那个冷血无情的家伙 脾气又硬又臭 还特别为我独尊 全身上下就那张脸可以看 过起皮笑肉不笑 要不是因为他是你哥哥 整人我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特别是 他察觉到我对你的心思后 总是阻挠我跟你见面 但过起阿姨 也就是你妈妈在场 我还不能乱发脾气 要像个端庄的淑女那样 闲静的站在那里 对你哥哥友好微笑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有多憋屈 我当时真想挠花 他那张阴险狡诈的脸 所以说 原句情里 你们爱得死去活来的 都是假的吧 顾起笑得幸灾乐祸 现在终于有人出现 能够制止他了 他跟四溢 可有的魔 我好奇 为什么呀 他们难道不是两情相悦 我哥低头文反派的时候 反派既也没挣扎 也没有破口大骂 不是吗 不然一个直男 突然被一个同性恋亲吻 没有激烈反应 都说不过去 顾起 四溢原本是斯嘉的私生子 你知道吧 我点头 顾起继续道 他在你们爸妈那里的印象 可不太好 你哥大概率 还要跟家里大吵一下 但四溢能力也很强 这几年早就把斯嘉 牢牢掌控在手中了 目前四溢也发展得很深蒙 他有一个白月光 我兴致伯伯 这个白月光是我哥对吧 顾起赞赏的看了我一眼 没错 当初四溢被狼狈的 赶出私事无家可归的时候 是你哥哥把他捡走了 我努力回忆 几年前 确实有一段时间 我哥连续好几天没有回家 问就是 我捡到了一只小狼仔 他有点黏刃 我 我哥那冷酷无情的资本家 转性了 想到其中关键的时候 我面无表情 所以这场绑架 只是他俩的一个情剧游戏 顾起扯了扯唇 直接扔给我一样东西 我低头一看 这是一把样子 可以媲美真匕首的金属玩具刀 但是 顿得连皮肤都割不破 我麻木了 顾起姐 这把刀该不会是 今天早上 斯艺抵着我的那把吧 顾起怜悯的看着我 是的 我 你哥被思议这么戏耍 肯定气疯了 顾起个微笑 你明天大概率 就能看到一个扶着腰 坐椅子还往上面放坐垫的小可怜 一个眼尾发红 嗓子都哑了的小可怜 我真特么太期待了 第二天 我和顾起回了我家老宅 并没有看到什么小可怜 而是看到我爸在大发雷霆 我妈在忧愁的坐在一边 我哥哥身着白衬衫 淡定的坐在桌前 金汤勺慢慢的搅着杯子里的咖啡 白皙修长的手指 轻握扫柄 冒出来的白雾 模糊了我哥哥那张 清冷如美玉的俊脸 爸 我并不是来征求您的意见的 而是来通知您的 我并不喜欢女人 我喜欢的是思义 我结婚症的另一半 将来也只会是她的名字 哥哥缓慢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逆子 逆子 老爸气得五官都扭曲了 额头轻轻抱起 牙齿咬得哥哥响 可想而知 哥哥喜欢男人这件事 给他造成多么大的冲击 我从顾起身后探出头来 正好对上老爸 燃烧着怒火的眼睛 我干巴巴的笑了一声 爸 你骂我哥 可就不能骂我了哟 老爸老妈和哥哥无语 老妈抹了抹眼泪 知子莫如母 他看到儿子冷漠绝绝 毫不动摇的样子 就知道儿子这个柜石出定了 他们反对也没用 儿子并不是圈子里面 向家里人伸手要钱 容易被父母用金钱势力 拿捏的丸裤二十足 他早早就调体了沈家的大量 无论是在家族 还是在商计 怕儿子的冷恒铁血 说一不二 可谓是深入人心 没人能够阻止得了他 只是可惜了 顾起这个好孩子 老妈愧疚的指起了顾起的手 叹息道 琪琪呀 实在是抱歉 我原以为你和亲月是两情相悦 没想到 很遗憾 我们没有成为一家人的缘分 哥哥 我 嗨嗨 其实做一家人的缘分还是有的 若是 儿媳变成 女婿 不知老妈可以接受不 顾起没有半分脸红 她镇定自落地倒 伯母 我和亲月哥哥 确实是有缘无分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我当成您的第二个女儿 顾起嘴天 很快便把我老妈哄得扶扶扶贴贴 老妈恨铁不成钢地 弯了老哥一眼 又满脸心疼地 拍了拍顾起的手 顺便还踩了我一下 要是盈儿有你的一半 安静乖巧就好了 她自小条皮捣蛋 这么大了 还跟个野孩子似的 到处封完 一个两个的 真不让人省心 我 老妈 你不必如此拉踩人 真的 几天后 我听到老妈担忧地问老爸 我哥喜欢男人 那沈家的下一任继承人怎么办 不同于普通家庭 沈家是帝都的豪门世家 是真的 有皇位要继承 老爸立刻做出了决定 没关系 我们还有盈儿 在外盈儿结婚后 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就姓沈 不管是男是女 都要培养成沈家的下一任继承人 我的沉默再次震耳欲聋 老爸 老妈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个拉拉 也不会生出任何男人的孩子 我忧心忡忡地 跟顾起说了这件事 顾起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稳了一下我额头 这件事到时候就交给我解决吧 顾起是个女强人 虽然他跟我哥相看两宴 但某些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周末的时候 他带着策划书来跟我哥谈项目 我也舔着脸跟过来 我哥的别墅里面静悄悄的 我倒了杯水给顾起 然后上楼找我哥 门居然没关停 当我正犹豫要不要敲门的时候 突然听到里面一声 有气无力的呵斥 思议 你特别给我停下来 嗯 紧接着是难以隐忍的喘息 以及断断续续的颤音 慢一点 我他妈叫你慢一点 声音又断了 我 我只觉得一股气血 直冲天灵盖 脑子嗡嗡响 他们这是在 缓过脸红的劲 我很快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思议你小子 终于被我哥 等等 好像有什么不对 我秉息名神又听了一话 终于确定 那发出难以承受的抽烟声音的 是我哥 是我哥 我那个冷素强势 掌控于满格 全身上下都散发了猛烈气势的哥 居然是下面那个 我一整个人裂开 单看外形和气质 我哥怎么都不可能是灵呢 我游魂式的飘回了下面 顾琪好奇的问 怎么 你哥还没起床 我一脸呆滞 我站反了 CP 顾琪一头雾水 我痛不欲生 我站反了 CP 顾琪满脸问号 我悲愤欲绝 我站反了 CP 顾琪 什么站反了 CP 我难以接受的音音 顾琪姐 我哥 我哥他 他竟然是下面那个 顾琪目瞪口呆 你哥是零 等等 你怎么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难道 在我沉重的点点头 家人们 谁懂战反CP的痛啊 裂开 但试图复原 顾琪沉默了一瞬 然后我就看到 顾琪笑了 笑得嘴角都咧到耳根去了 沈千月 你又今天 顾琪怎么也想不到 沈千月这种性格狂妄霸道的大白沙 石人鱼 居然真的愿意 为爱做零 看来他是相当喜欢思义了 我顾琪拍了拍他身边位置 快过来做 我们慢慢等他们完事 我默默去厨房拿了两瓶牛奶 就我刚刚感受到的激烈状况 他们一时半会 还下不来 我拧开奶瓶地给顾琪 自己也喝了一瓶 顾女一号和寡女二号共处一室 还是都对彼此有意思的 暖胃似乎溶于空气中 抽丝剥茧的发酵 丝丝缕拓散开来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中的奶瓶无力脱落 砰 得一声摔倒地上 咕噜咕噜滚落到一边 半傻 我双手抵着顾琪 轻轻地喘气 顾琪的唇淡 泛着可疑的水光 薄红在她脸上蔓延 她穿着肃静干练的女士西装 缠边过后的领口有些凌乱 薄梗处的肌肤 泛着银润的白 黑色的长发微卷 冷郁和妖媚 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在她身上 竟无比契合 天天 美人还不自知地舔了舔唇角 朝我内惑一笑 盈盈 真甜 我脑子轰一下炸开 这谁顶得住啊 我咽一咽为水 刚想抱怨自己喘不过气来的话 尽数吞下 此刻我已经懒得顾及 这是我老哥的别墅了 漂亮姐姐 我们继续 我乖乖地坐在沙发上 顾起雕叠着双腿 俨然一副仿佛在自己家的放松姿态 对面坐着的丝翼 容色树立绝美 原本笼罩在眉眼间的阴郁力气 早已消失不见 落在我哥身上的目光 温柔而眷恋 此时此刻 他就如一只吸饱了精气的狐狸一般 毛光水滑 神采奕奕 我哥脸上带着皮色 倒是削弱了他身上 那股攻击性极强的冷力气息 配上了一张俊美绝伦的脸 倒是能让人生出吸血联系的想法 好家伙 这两人一看就知道 谁是一谁是灵 面对在这世界上 两个容貌绝对撑得上顶尖的美男 顾起心里没有一点波澜 反而嫌弃地看了他们一眼 反不下来 反不下来 偏偏要在我和音音培养感情的时候下来 这么一点眼镜 我哥听了这话 本来就不愚的脸更是黑得宛如眼望眼 被折腾一晚上 他已经很不爽了 好不容易玩事 他居然还看到自己的亲妹妹 在自己的别墅里面 被居心妥策的女人 按在沙发上亲 他差点像个炮弹一样 一点就炸 哥哥皮笑肉不笑地倒 我觉得这个项目 咱们已经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请回吧 顾起剥了剥自己的指甲 颇有些漫不经心 我算是明白 他们一见面就处在 针针对脉盲的状态了 急忙充当何时劳 毕竟项目合作不成功 可是两败俱伤 哥 顾起也没有强迫我 我是自怨的 哥哥 我按道一声糟糕 我老哥好像更生气了 怎么办 顾起 我希望你以后好好对我妹妹 搬上 哥哥像是做了什么艰难的决定 缓缓吐出这一句话 他自己就是同性恋 所以并不反对妹妹 也搞同性恋 但是 妹妹选谁不好 非要选顾起这个阴险狠毒的女人 有点熟悉呢 哦 这像我哥宣布出柜 那天我爸妈看我哥的目光一模一样 他们谈完了合作 准备离开的时候 反派走到我身边 没有了哥哥在一旁 思逸脸上的笑意皆无 容色冷淡凉薄 周深的气质阴力与从容并存 矛盾得很 我对上他那双没有一点情绪的 黑沉沉的眼睛 忍不住害怕的后退一步 这可是喜怒无常的风批反派呀 原文里面还描述过他一边笑 一边剁了叛徒手指头的剧情 我不害怕才怪 从某种程度来讲 老哥能收了他 也是有够牛逼了 思逸突然出声 虽然不是初次见面 但我还是要送你一件见面礼 我已经把一艘邮轮划到了你名下 我 邮轮 你们有钱人动不动就送那么大的吗 一艘邮轮最少也要上百万 为的话 顾琪走过来的时候刚好听到了这句话 轻轻挑眉 邮轮啊 还不错 盈盈 我送你一座小岛怎么样 到时候咱们就能坐着邮轮去小岛上玩了 你们真溜 这天 顾琪下班后 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主要是透过我想要看什么人 顾琪 盈盈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坏的消息 我顾琪 你的两个堂哥跟你哥一样 集体出柜了 我震惊 你说啥 我爷爷只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我大伯 一个是我爸 然后我大伯也是有两个儿子 我爸有我哥和我 我沉默 我无语 我抬头望天 沈家 不会真要把底Q了吧 我哥是知道我情况的 所以他并没有像老爸那样 考虑我结婚以后生下的孩子 关上沈姓 前几天 他还打算到时候能能过继自己堂弟的孩子 将他们培养成沈家的下一任继承人 我俩的堂哥非常优秀 两人都毕业于世界名校 他们一个是金牌律师 另一个是研究所里的研究员 相信他们以后的孩子 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现在 Iman 顾琪给自己倒了杯茶 还声说 你的大堂哥喜欢上谢家大少爷 你的二堂哥被一个明星给调走了 我 那我大伯知不知道 顾琪 已经知道了 你大伯差点和你爸一样被气死 昨天他还取笑你爸 说你哥将来后继无人 顾琪幸灾乐祸起来 今天立马得知 他那两个儿子都喜欢男人 顾琪朝我眨眨眼 现在他们大带还在吵着呢 要不要去你家看他热闹 我兴奋激动的搓搓手 去 十一刚踏进家门 我真看到我哥 还有我那两个堂哥都在现场 大堂哥沈安周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容貌俊美儒雅 看上去特别斯文有理 二堂哥沈安林 穿着一身白大褂 不像完美到毫无瑕疵 身上有着研究员 特有的冷肃气质 同样 这两人跟我哥一样 优秀到常人难以企及 也不是随随便便 有长辈拿捏的软柿子 然后我就听到我伯父悲愤大喊 你们一个两个的 难道就没有喜欢女人的吗 我就是喜欢女人的 那我敢说吗 我转过头来 认真的问顾琪 你说咱俩如果现在公开 你说个怎么样 顾琪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甚至还有点郁郁郁市 我挺想现在公开的 反正债多不压身 我已经受够了 跟你躲躲藏藏的谈恋爱 说了他语气忧远起来 你看你哥和思义 都能光明正大的 在伯父伯母眼皮底下摇晃 咱们为什么不可以 我 炯 三个苗苗都被同性恋 给霍霍霉了 如果我再扔下一枚炸弹 真的不会被赶出沈家吗 QAQ 二堂哥沙安聆听了他爸的话 皱了皱眉 道 爸 这并不是喜不喜欢女人的问题 同性恋是正常性取向 而且是性取向的一种 具有自然性 并不会学意改变 大唐哥沙安周也慢悠悠的说 爸 老在1990年5月17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 同性恋从精神病名课中除名 顾绝对同性恋行 未在肉体及精神上的不公平对待 而且同性恋并没有违反法律 国父 国父应该知足 起码两个堂哥好生好气 跟他讲道理 我对顾起说 哪像我哥 我学着我哥当时的样子 眼睛里三分霸道 三分冷酷 还有四分拽 我就是喜欢男人 而且我不是来征求你们意见的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 你们反对也没用 顾起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学的真相 我爸现在已经接受了思议 不仅是因为我哥子这样的性格 也因为思议是思家的掌权人 虽然我爸已经退居了二线 但是他对世家的风云变化 以及商场的敏锐程度 却没有半分退步 思议的商业天赋 丝毫不亚于他的儿子 思议的小风水之名 他当然也有听说过 若是两家真的闹得不愉快 对沈家的利益肯定会有所影响 身为一个商人 在诸多的路都被毒死的情况下 除了接受 这个最优解 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伯父还在垂死挣扎 我不许 你们要是真敢这么做 就别再叫我爸 沈安周 沈安林 叔叔 我再也忍不住 哼哧 一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顾起也眼成轻笑 我哥一只手执起茶杯 淡定的喝茶 另一只手翻阅着文件 思议一边看着闹剧 一边殷勤的把水果切成小块 放进水晶碟里 插了一块苹果 放到我哥唇边 我哥看都不看 便咬了下来 我爸我妈 算了 你们俩爱咋的咋的吧 伯父看到我跟顾起进来 仿佛看到救星华去 其实是病急乱求医一样 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应来了 你来帮我劝一下 我那两个不成器的儿子 我记得你们小时候玩的可好 我十分感动 然后拒绝 我跟两个堂哥小时候 确实玩的挺好 但长大后各奔东西 情义大概也所剩无几 况且感情这玩意儿 谁劝谁倒霉 我自己都说同性恋呢 劝个鬼啊劝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集在我身上 我QAQ弹 还是硬的头皮道 我喜欢顾起姐 众人 我跟顾起实质紧扣 顾起没有半分 面对一众长辈的紧张 脸上还挂着礼貌的微笑 还轻轻点了点头 不愧是跟我哥 平分秋色的总裁大人 我尴尬的挠挠头 哈哈大伯 他们不喜欢女人 我喜欢啊 我哥一口茶喷了出来 满脸惊恶的望着我呀 似乎没想到 我们会在这个街骨眼曝光 思议一脸细血的在看好戏 两个堂哥原本淡定的眉眼 一下子就不淡定了 他们没想到 他们两个弯的 竟然还能炸出另一堆弯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讨好的朝我妈笑了笑 妈 你不是挺喜欢顾起姐的吗 我们很快就能成为一家人了 第二天 我爸妈就给我安排了相亲 当然 全是男的 我 当气走第十个相亲对象的时候 我满脸悲愤 我不服 凭什么你们出会以后 爸爸和伯父可以捏鼻子接受 我公开之后特秒相亲 我哥的目光从文件上面移出来 语气淡淡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资本 可以对抗父母 扎心了哥 思议直起下巴 浅笑着问 小姑子 要不我给你一家公司 然后你只要把它做到 国内前十强 保证爸妈拿捏不了你 我要是有这个本事 老把我哥的位置给窜了好吗 不过你也别担心 这件事情如果顾起都解决不了 我也不放心把你交到他手里 你傻傻的 被人卖了 还帮人说钱都不知道 我神经沮丧 捧着手机给顾起发语音 顾起姐 你什么时候过来接我呀 我好想你 顾起一道 我立刻扑向他的怀抱 大吐苦水 顾起姐 你知道我今天遇到了 多少普希男吗 有的说一定要我生儿子 有的说一定要让我学会做饭 照顾公婆 还有的说让我辞职 做家庭主妇 顾起心疼的抱住了我 你不用再去相亲了 事情我已经解决好了 我哥怀疑的看了顾起一眼 这么快 顾起淡定的回事 很快我们就能成为一家人了 哥 一向冷酷强势的咯咯炸了 谁他妈是你哥 顾起继续淡定的叫了一声 思义嫂子 思义并不太在意这些称呼 只要别人知道 他跟我哥是一对就行了 思义矜持的弄了一声 我觉得思家跟顾家 有个项目可以合作一下 顾起不想让我知道 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才让我爸妈点头 我哥似乎知道一点 但也闭口不谈 在他们看来 我只要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孩 就行了 有一天 我跟顾起去约会的时候 看到我大堂哥沈安周 躺着一个青年路过 青年一边拍打着沈安周的背 一边怒骂沈安周 你他妈不讲武德 沈安周顿了一下 今次边眼镜后面的毛子一万一片 谢艳成 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的 我顾起姐 他们顾起的消息很灵通 谢艳成大概又去酒吧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没关系 抄一顿就乖了 一顿不行就两顿 我顾起姐 一变的好黄暴 我听说做摩天轮到达顶砖的时候 与自己的爱人亲吻 就能永不分开 便想让顾起跟我一起去 约了那么多次会 我还没有跟他一起坐过摩天轮呢 来坐摩天轮的情侣 成双成对的 很快便轮到了我跟顾起 落在半透明的小方舱里 还是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 我有点紧张 也有点兴起 顾起就坐在我对面 此时音乐响起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 深呼吸 然后与你指手相随 甜蜜中不再位高 摩天轮缓缓上升 地面上的物体 由清晰变得模糊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城市的灯光明亮而璀璨 美 很美 当生命似榴莲在摩天轮 幸福处随时稳到星空 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佣 仿佛游戏之中望掉轻众 快要到最高点的时候 顾起伸手揽过我的肩膀 将我的下巴轻抬 一个温热柔软的吻落到我唇上 顾起的眼睛是那种很漂亮的单重眼 平时冷漠无波 只有看向我时才会样起笑意 我清楚地看到他眼睛中我自己的倒影 月光轻柔的法下 扑一地皎洁 跟他的动作一样温柔而浅全 封闭的小仓 两个身影不分你我 沿途就算意外脱轨 多得你陪我摇曳 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 我的头轻轻靠在顾起肩膀上 我问道 顾起 你有什么愿望吗 顾起毫不犹豫地倒 当然是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锁子 轻轻打开 直起顾起的手 在他哑然的目光下 将钻戒缓慢而坚定地套进他的钟指 我凝视着他 本脚微扬 声音含笑 顾起 我爱你 鱼声 请顾大小姐多指教楼 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我亦然 全文完 祝大家天天开心